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国的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中心 正式推荐了昔日 海上丝绸之路当中 最具代表性的港口城市 古泉州史基 要作为2018年 世界文化遗产的申报项目 那么所谓的古泉州史基 究竟包括哪些呢 现在请随着外警队来做一番了解 七百多年之前 泉州是一座繁荣奢华的港口城市 日夜灯火通明 曾经被西方人称之为是光明之城 如今步入现代 诚信的是一种更深沉的文化样貌 泉州自古就是一个文人辈出的城市 地方士绅对于兴建文庙兴趣非常高 唐代开元末年 就在崖城右侧兴建文庙 北宋太平新国初年 将文庙迁到县址 文庙坐落在市区繁华的商业区中心地段 凸显当地对文庙的重视 历年来文庙不断修缮 左学 右庙 规制逐步完整 范围不断扩大 如今以规模宏大 电雨壮丽 成为中国大陆东南地区 最大的文庙建筑群 建筑风格在现存的文庙当中非常罕见 大城殿是典型的宋代重演武殿式结构 在当时是最高的建筑规格 正中有孔子塑像 两旁则有四配十二折人像 公由人参拜瞻仰 在文庙的一旁 有一个当地人念资在资的老味道 盼宫口附近是泉州的中菜市场 为泉州最繁华的中心区 清末名出的时候 人称祥师傅的邻家先祖 凭借着元宵园的好手艺 在泉州文庙 盼宫口这一带 贩卖元宵园等甜点 他精巧的手艺让元宵园甜香润滑 吃过的人都赞不绝口 一颗颗的元宵园成为不少泉州人的童年记忆 如今传到第四代 很多东西要 其实越老越精实 也用顺手的感觉又差 是 一个这种的话可以打几十万个 几十万个 可以打几十万次 那可以用 大概多久你们会打到几十万个 那不一定 像我之前有一副我们打了十多年 打到真的就只剩一小节了 根本打不出去 那一颗线就已经卡到一半了 根本拿不出去 才放棄 才换新的 对 才换新的 来了来了 原本长这样 现在长这样 打了打了他就会 然后花大了 然后就敲到一小块 就把他敲掉 对 然后这块没有了 他已经有帽子了 他如果没有帽子的话 他就整根就飞出去了 对 而且新的不好用的一点就是 你那么高猴 经常会打不稳 手就会打到 就会被划掉 会打到手 是 小老板年纪虽轻 但对元宵园的历史 却如数家珍 像这样子的工序 没有办法用机器来代替吗 有 但是它机器打出来的话 它就不是那么光滑 而且一个一个这样打出来 它的形状其实真的很完整 那像以前没有机器 然后也没有这样子的膜 那是怎么做 用手捏 用手捏 可是手捏有办法 像压得那么紧吗 没办法 手捏的话它就是 没规定 你就扔在 拿在手里面 然后这样一直捏 而且它速度很慢 是 它只能靠着 它猪油本身的粘力 一直粘起来 然后速度整个就很慢 整体下降 对 起来的话 它也是就没有那么好看 形状也没有那么完整 但是它包在馅里面 它滚完的话是一样的 还是可以 就是摇成一颗一颗的圆枪 对 还是可以摇起来 所以其实做圆枪也蛮辛苦的 好 光是这个馅 就得一个一个这样敲 我坐在这边 光是我那个馅 我觉得超香的 这个馅里面有用到哪一些食材 用馅里面 你能看到的就是像 看到这些颗粒的 就是花生跟芝麻 对 黄色的是花生 然后黑色的是芝麻 然后你还能看到一些红红的 一些比较碎的 一些红红的 那些是葱头 葱头 葱头下去过了油以后 过了油以后 它就变成油酥嘛 就很香 是 所以你在这边待一下 是真的口水会要流下来 做好了元宵园的馅料 接着准备要摇元宵 为什么就是你会愿意 回来跟爸爸妈妈 然后一起来经营这个店 这种东西 本身传统的东西 就应该需要有一个传承跟延续的 那刚好 父母都也比较支持我这一块嘛 所以 反正一家人齐心协力去做这个 然后大家 像我们一起做的话 就比较有那种干劲 对 像这种动作就不断重复 然后每天也是这样子 不断再重复的话 肯定会比较 但是所以我们现在 我会引入一些新品 跟季节性比较有关的 是 这样子的话 每个季节都有在变换 就比较有意思一点 你有算过你一天要敲 多少个元宵线吗 正常的话 如果一天做下来的话 敲个几千克没问题 好难想象喔 整个元宵园的制作 都是纯手工 裹上糯米粉的步骤 更要重复不断地十次以上 过水 沾粉 不断地来回翻滚 过程当中呢 借着经验判断大小是否合宜 不过虽然名为元宵园 但品尝这种美味呢 已经不是元宵节的特权 它早已经融入全州人的日常生活当中 所以这个竹箱每天都得摇个不停 就因为这样的坚持 让元宵园的味道一百多年以来始终如一 在旁边看的 好心急喔 没想到要吃到元宵 得花上那么长的时间 而且现在一颗一颗的元宵 已经慢慢要成型了 你可以想象吗 原本这个线是这样 这么一小小颗 然后咬啊咬啊咬啊 变成这样子大大颗的 对 总共要过几次水啊 要过八九次 要过那么多次 对 这样这个就可以了 你看 大小差很多吧 一层层的糯米粉外衣 将小圆球变成大白球了 湯圆就是 它是先把那个皮做好了 然后往里面包馅 就是像包包子一样 往里面填那个馅 然后我们元宵呢 是先有这个馅 馅做好了 然后再这样子 慢慢摇 摇起来 对 那两者的口感有什么不一样吗 元宵的话 它的粉煮完它就会散开 像这样子它就会 就是它汤里面 就会有那个粉的香味在 这是其一 然后第二的话 它元宵的话 那个皮的话 它是一层一层裹上去的 整个的话 它的那种绵密度也会比较 比它们高一点 对 除了滚的时候要八九次 煮的时候还要三四次 要让它那个心要透 就是要往里面 就是开水开了 然后下个元宵 然后煮的时候 往里面加凉水 往里面加凉水 然后一来的话 就是热脏冷缩 它那皮 那那个皮的话 它会伸缩伸缩 这样就更Q一点 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 就是里面心才会透 因为你只是煮的话 那皮可能煮烂的 它里面还不透 那如果是你煮透的话 它糖就已经化得像水一样 那种流体的很好看 所以连煮的时候都很讲究 对 煮的时候也很配功夫 元宵园经过煮熟 内馅完全化开 外皮光滑如玉 入口吃甲流香 它糯米那个糯米的口感 是非常软非常滑的 但是你咬下去的时候 它其实是有弹性的 然后我觉得它的馅 非常的厉害 它的馅就跟你刚刚说的一样 水一定要煮透 里面的糖就会化开 它就会带一点湿润度 所以整体的口感是很好的 而且非常的巧妙 一开始是软厚 然后接触到馅的时候 又比较扎实 然后有一点点些许的颗粒感 咬下去之后 那个糖 一点点的糖液糖汁 然后化在你整个嘴巴里 幸福感就这样化开了 然后还有花生是脆的 吃下去就 那种口腔就非常的饱满 对 然后很有层次 精细的工艺 滑润的口感 成就了泉州的老味道 吃完了美味的元宵园 下段节目带各位品尝 另外一个泉州的老味道 中式牛排 在唐代的时候 泉州 广州 扬州等地 并称为当时多样贸易的大港口 位在泉州境内的开元寺 始建在唐初 又是福建规模最大的佛教寺院 自然跟古泉州 这座国际大港的发展 有着紧密的关联 现在一块了解开元寺 它的来龙去脉 地下看西安 地上看泉州 这是近代人对泉州的描述 泉州的历史不在博物馆 它在市井小民的日常生活当中 走在大街小巷里头 像是穿梭在时光隧道之中 两旁的老建筑呢 都是过往岁月的见证者 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 外来的宗教文化在泉州落地生根 开元寺就是泉州辉煌的海思历史 跟中外宗教文化 频繁交流的历史见证 原名莲花寺的开元寺 创建在唐武则天垂拱二年 至今呢 有一千三百多年历史 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 召令天下诸州各建一寺 以年号为名 莲花寺因此改称为开元寺 这是福建省境内 规模最大的佛教寺院 位在中轴县上的大雄宝殿 使用将近一百根 海棠式巨型石柱 支撑殿堂 有着百柱殿的美誉 斗拱上的二十四尊嘉林平茄 是人手鸟身的美女 她们手持男音乐器 翩翩起舞 真实记录了唐代的时候 泉州音乐舞蹈的盛况 也证实了泉州舞蹈 吸取印度舞蹈艺术 同时融合的多元文化景观 跟其他佛教寺庙相比较 开元寺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建筑特色 就是中国印度的宗教文化兼容并序 同时保存到今天 位在大雄宝殿后方的甘露祭坛 在唐代的时候 原本是一口水井 北宋天夕三年 在甘露井上新建戒坛 遂称为甘露戒坛 无独有偶的甘露戒坛 也有二十四尊 衣昧漂浮 翩然飞翔的飞天乐迹 不同的是 它们不是人手鸟身 完全是人的形象 初唐时期 原名莲花寺的开元寺 原本是一片桑园 后来传说 因为桑树开出莲花 主人便把桑园 捐给了匡户禅司 来兴建寺院 开元寺的东西两侧各有一塔 与大雄宝殿成品字型布局 东塔叫做镇国塔 始建在唐贤通六年 初为五层木塔 后来回笋 就在南宋宝庆三年 一木为砖 改建成砖塔 南宋加西二年 改建为石塔 是用花岗岩雕造而成的 称得上是石塔之王 西塔叫做仁寿塔 始建在五代时期 也施历经了一木为砖 一砖为石的新建过程 只不过它比东塔 要早了十多年建成 在距离西塔不远的地方 有一座照壁 人称麒麟塔八宝照壁 是1974年 从泉州府城隍庙前 移到这儿来保存 这座始建在清乾隆年间的照壁 色彩依旧鲜艳夺目 泉州天后宫保存得相当好 它是现存妈祖庙当中 建筑规格最高 规模最大 年代最久远的一座 天后宫最早称为天妃宫 秦康熙二十二年 施朗收复台湾之后 奏请禁风 梅州海参林墨娘为天后 天后宫之名便一直沿用到今天 林墨娘生前与名为善 飞升之后 被沿海百姓尊为海上女神 麗庙奉祀 因泉州市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 妈祖信仰呢 就被引进海外交通繁忙的泉州港 成为泉州海神 并且藉由海外交通的发展 随着商人跟移民的足迹 广泛的传播 根据史料记载 泉州天后宫始建在南宋庆元二年 距今有八百多年历史 整体结构华丽庄严 展现泉州人对天后的尊敬跟爱戴 走在泉州街头 除了以海鲜为主的小吃 另外一个食材非牛莫属 牛肉牛杂做成牛排牛肉羹牛肉汤 还有牛杂汤等等 这些美味深受泉州人的喜爱 既能当成小吃打打牙记 也能做成正餐大块朵頤 而且这几道菜的价格非常经济实惠 猪有猪排 我们想这个可以做泉排 我这个差不多有35年前 我就开始做这个泉排 做到现在 基本上我们传统做法 都基本上没有下什么七七八八 都是纯酱油辣椒加粒 这样放下去慢慢熬 慢慢熬 这个泉排要熬差不多要熬 差不多要两个小时半 两个小时半 这个基本上要选这个泉排 都是防泉比较好 我们当地的泉比较好 当地的牛 对 那那个牛是多大只 或是几岁的牛 口感最好 这个差不多要三年到四年的 泉最好的 是 而且我来到这里就会发现 然后肩膀民居都会吃这样子 一个牛排 一碗饭 一个牛肉汤 这是一个就是标配就对了 这个比较会 我们比较简单 你什么 点菜也简单 吃也简单 你什么 外地来理由 不管是当地人还是台湾人 还是外国人 来的就是套餐点 牛排 牛肉汤还有这个小菜 很简单很快的 很方便 很方便 你试试看 吃的牛排 带骨的喔 对 带骨的 每一块都是这样带骨的 对 为什么会选择这个部位 这个我们要选这个牛排 要第七根的牛排 最好 最练的 还要等于到第七根 第七根的要数下去 第七根了 非常的鲜嫩 而且入味 但是我觉得它最厉害的地方是 它这么透这么透 但它还是聚了牛肉的鲜气 还有它本身应该有的嚼劲 所以口感也非常好 那怎么可以这么入味呢 切好肉之后 是不是还要腌制 我们基本上都要腌制 腌到半小时 三代的坚持 传承了百年的好味道 牛肉羹也是这里的特色喔 对 那这个牛肉羹是怎么做的 这个牛肉羹 我们一直来 从我爷爷 到我老爸到我 都是用手工的 用手工做的 我自己采购 我早上都是自己去采购的 味道好坏关键在食材 选用两三岁大的黄牛 让牛肉羹的滋味鲜美 牛肉好滑喔 而且汤很鲜甜 它有带一点点芡汁喔 牛肉外面是不是也有包一点点 对 这个牛肉羹 我们是这样做法的 这个牛肉买来 要选材也是很重要 我们选材要买这个牛肉喔 牛的后方 那个厂长牛的后面 那个后方 还有这个牛屁股 牛屁股 那个做起来很嫩的 最嫩的 来了喔 就开始切了一片一片 切了一片 切好了 切成丝 切成丝好了 再银制 银制差不多有半小时也可以 如果是有时间 一小时也可以 这慢慢 慢慢用手工慢慢搅 慢慢搅 搅到有点连性喔 嗯 就可以放地瓜粉 地瓜粉放下去 还要搅 再搅三十分钟到四十分钟 搅到有连性 有连性就可以下锅了 煮起来 这个牛肉羹要煮很简单 用白胎水 放一点酱油 放一点姜 锅如果煮起来了 熟肉 要煮一点芡的很简单 就是用地瓜粉的一锅芡 就会黏黏的 是这样子 老板讲 讲得很简单 吃到嘴巴里就发现 这是真功夫 因为这个一层一层 这样的包裹的牛肉 它非常的鲜 非常的细 咬下去的时候 很快就断 然后化在你的嘴巴里面 配合上这个 其实是很清香的汤 口感真好 很舒服 而且我不夸张 我们今天来到这边的时候 在楼梯下面 斑马县那边下车喔 一下车之后 那个肉的鲜香味 是扑鼻而来 就是牛排跟牛肉汤 因为都是我们精心挑选的 然后非常新鲜的 难怪就是你知道 一百多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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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州的老百姓 都喜欢来这边 吃牛肉 吃牛排 喝牛肉汤 简单的美味 是全州人生活的一大满足 跟全州城相依的青原山 是全州十八景之一 入山以后呢 会有进入物外先进的 快意之感 下段节目一起来感受 青原山之美 而青原山是全州的一处 道教的圣地 开发自秦代 中心于唐代 跟古全州的发展 更是息息相关 现在呢 我们介绍青原山 青原山位在全州北郊 距离市区仅仅三公里 是多种宗教兼容并序的文化名山 这里巨石灵力 岩壁上的提客呢 为当地增添不少的文如气质 彌陀岩的西侧 自从新建了弘一大师设立塔 吸引了千千万万的佛教徒 到这儿来朝礼 弘一大师在美术 在美术 经时 书法 音乐 佛学等方面 有着高深的造诣 跟太虚 映光 虚云 并称近代四大高僧 弘一大师流传在全州的墨堡很多 设立塔前的悲心交集四个大字 是大师生前的最后遗墨 塔前科的两幅对联 跟一块脸额 则是他生前的首肌 原为赠送友人的墨堡 后人把它刻在木塔上 用来纪念大师 拥有秀出东南美誉的清源山 吸引历代文人 武将 高僧 权贵游山 面对种种美景 留下大约四百方的悲客 与摩爷食客 让清源山更具文化内涵 清源山最早开发于秦代 唐代成为闽南宗教圣地 元代被赞于是明海蓬莱第一山 山上的宋代老君造像是中国大陆最大 艺术价值最高的道教石雕 在台湾有不少清水祖师的信徒 但大家可能不知道清水祖师 原本是泉州安息的守护神 时机而上 外警队来到发源地清水盐 眼前海会院供奉着西方三圣 分别是阿弥陀佛 观世音菩萨 跟大士至菩萨 相对于三圣 这三中庙原本供奉着张寻 徐远 吴子虚 但明太祖朱元璋把吴子虚给请了出去 改立 关羽跟岳飞 形成三中庙似偶像的奇特现象 枝枝朝北是一棵参天古章树 相传为了感念岳飞蒙难 因而枝差向北 树高三十一公尺 树为七公尺 据说是清水祖师所栽种的 这个是宋代 宋代到现在 清水祖师他慈悲为怀 造福百姓 不但受到人们的推崇跟崇拜 在宋代的时候 曾四次受到宋孝宗跟宋陵宗 两位皇帝的赤锋 那这四块碑就是以前的圣子 刻在石头碑纹上面的 清水祖师他第一次是赤锋为赵映大师 第二次赵映慈济大师 第三次赵映广慧慈济大师 第四次赵映广慧慈济善利大师 八字轮音传世 祥遇至极 在当时是一种最高的一种荣誉 皇帝标榜的地方 底下做官的当然得赴会一番 这就是明代万里年间 六位高官同游时所留下的记录 相信皇帝圣明当会有所感 一直从南宋时期保留到现在 那您看看上面有沿图两个篆字 沿是清水沿式的沿图是建筑规划图 而字的下方浮雕的这些是清水沿 在南宋的时候的殿阁 舍利塔 道路 山门等等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方位呢 是在这里 亭子 待会呢 会走一条弯弯曲曲的绝物之路 到达清水访门 然后到达这座主殿 第一殿 第二殿 第三殿 舍利塔 这个外观体现出来的 就是帝王的帝制心 单论这个弟子 皇帝不买单都不行 轮音坛俗称石柜坛 记载这清水祖师在宋代时 四次受到皇帝赤锋的轮音蝶文 现在呢 在大家脚下的这三块颜色明显不一样 这条路呢 就是以前最早的一条古路 绝物之路 因为清水源是以宗教朝圣为主的 一年的游客接待量是突破了一百万人次 春节的时候最多的时候一天 六万多人 大家可以想象 六万多人走在这条道上 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场面 所以说就拖宽了里面这两块 接着拖宽这两块 又拖宽这么宽敞这条道 那这也说明了这个清水源的 这条绝物之路 路越走越宽 清水源的香火越来越旺了 清水祖师生前隐居在清水盐 留下不少的生活足迹 这颗罗汉松跟芝芝朝北一样 相传是清水祖师清手栽种的 据闻这泉水呢也是出自清水祖师之手 由他清手所开凿的 泉水从峭壁石缝当中涌出 冰凉清澈 眼前这浮山池更有着神奇的传说 据说当年新建岩寺的良才 是由这里所浮出来的 请介绍一下 为什么新的都是要放鞭炮 对啊 大家可能都觉得好奇怪 为什么清水源是一个国家4A级风景民胜区 可以听到不绝于耳的鞭炮声呢 因为我们整座蓬莱山的山脉 是一只狮子下山的山脉的形状 而我们刚刚走的那条绝物之路 是衍生为一条彩带 而那个亭子 刚好是系在彩带上面的一个彩球 刚好构成了熊狮五秀球的第一大关 而清水祖师呢 非常的喜欢热闹 狮子也喜欢热闹 所以说来到清水源呢 烧完平安子 再放鞭炮 熊狮就显微灵 五秀球就又又欢 又又活 又月灵 就保育我们心想事成才然滚滚 所以说我们这一边 这鞭炮24小时不停的放 这就是清水岩的主体建筑 蓬莱祖殿 至于清水法门 则是进入蓬莱祖殿的第一道爱门 一般岩寺呢 都是供奉着风 调 雨 顺 四大天王 而清水人供奉的是 造 王 书 礼 四小鬼 为什么说清水人会供奉小鬼来当门神呢 因为当时在这座山上 住着一大群的小鬼 要跟祖师争夺这块风水宝地 就一而再 再而三的来跟祖师决斗 这下子他们又来挑衅了 祖师就跟他们约定好说 只要他们这一次能够成功的话 就把这个山头拱手相浪 那祖师就把他身上的袈裟 拿下来平铺在地上 端坐在上面 然后呢 这小鬼心想 我一百个小鬼 怕你的祖师不成 就一群涌上来 拉扯这个袈裟 这你拉我扯 非但没有把袈裟拉扯的动呢 反而被祖师把这个袈裟 四个脚一叼 一甩 变成一个收鬼的袋子 所有的小鬼全部甩到里面去的 那这小鬼呢 大家都知道 他比较狡猾 比较调皮 这四尊刚好在四个脚 他们就爬出来跪地求牢 求清水祖师放过他们 他们愿意欺乐重散 那祖师也是非常的宽宏大量 就收了他们做了清水人的门神 清水盐衣衫兴建 络绎不绝的香客 前程跪拜 祈求祖师庇佑 其中不少台湾人前来寻根进香 台湾清水祖师的分香寺庙高达将近一千座 清水祖师以羽神的地位跟海神妈祖 要神宝生大帝齐名 成为闽南地区的三大民间信仰 是百姓心目当中的重要神尊 全州小吃不升美举 各式美味隐身在巷弄之中 虽然不是山珍海味 但都是道地的好味道 下段节目呢 带各位品尝猪血汤 面线糊的好滋味 全州有很多的地方小吃 在台湾是随处可见的 最普遍的就是猪血汤 这趟文化巡礼呢 不妨就从猪血汤开始吧 谈一谈闽台之间的关联 坐落在泉州西湖之畔 清源山下的闽台园博物馆 是一座体现海峡两岸人文精神 跟地域特色的博物馆 泉州跟台湾的历史渊源非常深远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館内设计无不彰显海峡两岸 亘古不变 有历久弥新的文化主题 館中文物呈现出 闽台文化交流的盛况 早年鲜明渡过台湾海峡 到宝岛来发展 过程无比艰辛 许多文化跟生活方式 也随着鲜明渡海来到台湾 现今台湾的方言 技仪 民间工艺 手工技术等等 仍然保留着浓郁的闽南和客家传统 所以每一次外警队来到福建 都觉得格外亲切 走进博物馆好像进入大观园 这里按照地缘相近 血缘相亲 文缘相成 商缘相连 法缘相寻等 闽台关系五缘的渊源来设计的 透过15根文献的资料呈现出两岸风情 闽台园博物馆自2006年开馆以来 见证着海峡两岸的同根同源 离开了闽台园博物馆 从制高点往下俯瞰 不难看到这种形制完整的闽南市院落 台湾早期的明居跟寺庙建筑 也是沿袭这种闽南建筑特色 展现特有的红砖文化 在车水马龙的泉州街道 徜徉在中山路上 您会发现一面面老招牌 承载着泉州的繁华历史 像这家水门国宰总店 它是以卖面线糊出名的 面线糊是泉州的大众小吃 如果再配上猪血汤 更是一大享受 來到泉州 听当地的朋友讲说最地道 传统的小吃就是面线糊 而且面线糊以前好像是 当早餐吃是不是 是 现在不过就发展的 随时随地都在吃了 饿了也来点心一下 还有半夜都让他们喝酒的 也来喝一碗 面线糊 对 像醒酒一样 为什么这么喜欢面线糊 就因为清淡 不会那么油腻 吃了什么油腻的什么东西 吃一下喝了感觉 烫烫的很舒服 很舒服 对 今天的这个面线糊里面 有大肠 有这个香肠 这个是什么 还有泉州的糖醋肉 糖醋肉 对 长长一碗面线糊 一股海鲜的浓香味 瞬间扑鼻而来 它看上去是清糖 但它的糖是非常鲜的 对 这个是什么汤 这是骨头汤熬出来煮的 所以这个面线糊的汤 也是有特别熬制过的 对 细腻而滑 这个感觉 好像传统吃面线糊的时候 就是搭配这个油条 对 你配一下 尝一尝 所以以前是当早餐 对 然后现在因为是美食 生活条件好了 对对对 随时都可以吃得到 是的 面线糊配上油条 口感层次更加多元 另外猪血汤也是招牌之一 以大骨熬制 光亮的猪血搭配大肠 爽口昙滑 除了面线糊之外 这里的猪血汤也非常有名 是 我们这猪血汤是全都很有名的 为什么这么有名 而且猪血也太大一块了吧 那勺子一搅开里面是滑而嫩的 是你们自己做的 对 这种是生猪血大菜大块咬下去 这样煮熟的 慢慢焖熟的 不是一下子用大火跟它开熟是不行的 一咬下去 马上断口 非常的滑非常的细 而且那个鲜味完全锁在猪血一块块里 这个喜欢猪血他人会很喜欢 还有一个猪血有一个气味的功能吧 很多人爱吃这个 特制的汤头果真气味浓郁 我发现来到这里品尝这两道地道的美食 就是它把所有食材的鲜美的味道 还有营养 全部都锁在一碗一碗的汤跟面线糊里面 不只是吃得开心 不吃得健康 再过两天就是端午节 但在两百多年之前 泉州石市这个地方 跟台湾的鹿港对度的船只 在每年端午节的时候 会在石市的酣江海边 追逐泼水相互的祝吉祥 而且祈求平安兴旺 端午节海上泼水的习俗 由此产生 并且代代相传 现在随着外警队脚步 来瞧一瞧海上进度闹端午的盛况 石市市位在环泉州湾的核心区南端 是一座美丽富饶的城市 早在数百年之前 就已经是一处贸易集散地 相传随代的时候 这里有一个风雪 名字叫做凤梨 后来兴建了凤梨庵 往来的人们经常以 安前的石狮子为目标 相约碰头 久而久之之后 形成市集 便以石狮称呼 坐落在石狮市东面 宝盖山上的这座石塔 名叫做孤扫塔 是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指标 几百年来 流传在海上思路中的故事 让孤扫塔 像旺夫石一般 记录着桥乡人海上航行生活的艰苦 一艘艘船 当年前来贸易的外国商人当中 有不少来自阿拉伯世界的穆斯林 他们陆续在中国建起了清真寺 泉州清禁寺正是其中的一座 在这阿拉伯式的建筑当中 看到一座四合院式的礼拜堂 说明了中西文化的交流跟融合 唐代武德年间 穆罕默德派遣了四贤图前来中国 其中的三贤四贤就是传教在泉州 死后也长眠于此 葬在灵山伊斯兰教圣墓 另外还有其他数以百计的穆斯林 也伴随着他们 明永乐十五年正和第五次下西洋 准备航行圣地麦家之前 专程到这里来拜业 祈求临圣庇佑 墙上的行香碑就是当年的行香记录 圣墓山清水秀绿草如荫 是穆斯林向往的圣基 明代的时候 泉州在锁国政策下开始衰落 不过并没有削弱人们对海上的向往 大批移民往海外发展 泉州因此成为著名的桥乡 石施又是其中的典型区域 除了前往东南亚 不少人选择来到台湾 西元1684年清政府颁布开海令 石施寒江跟台湾陆港 成为台湾海峡对渡的渡口 进而引申出端午时节 人们在寒江渡口 泼水祈福 接受海水洗礼的特殊习俗 此外泡海维生的实施人呢 更发现许多台湾海峡的历史 在一万多年之前的冰河时期 台湾海峡是一片陆地 人们自有往来 现在的福建跟台湾两地 1998年实施渔民 在海上捕鱼的时候 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古人类化石 经研究北京人化石的 贾兰坡教授考证 确认是古人类化石 并且命名为海峡人 由此推测 过去的台湾海峡曾经是动植物乐园 海峡人曾经在这里繁衍生息 澎湖黑水沟一带 也曾经发现不少的古生物化石 沧海桑田 随着地球末次冰河期的结束 海平面上升 台湾海峡又再一次沦为大海 衍生了史诗式的海洋文化 清初年间 汉江已经成为两岸贸易的枢纽 汉江 陆港 对渡航线开通 一时之间迁返禁发 商骨云集 相传某一次一艘陆港商船 在汉江卸货之后 返回台湾途中 遇上大雾迷失了方向 危急之中 一艘汉江的金载星号商船 跟船老大大大爷前来指航 最后两艘船呢 都顺利抵达陆港 过久 这艘商船再次前往汉江 准备好了礼物 要答谢金载星号跟搭爷 但汉江并没有这艘船 跟这位船老大 有的只是汉江人 视为是神船神明的 武王府王爷船跟搭王爷 于是陆港商人到庙中一看 恍然大悟 原来是神仙海上相助 从此放王爷船成为海上泼水节 答谢王爷的传统习俗 每年的金载星护驾开航仪式 必有着海峡两岸的对渡船只一帆风顺 矗立在当年海防衙门遗址上的 新建汉江海防官署碑记 又称为对渡碑 碑文当中记载着 汉江为泉州总口跟台湾陆载港对渡 乾隆49年 蜻蜓在汉江设政无品海防官署 统筹泉州一幅五限的对台贸易 因为我们位于泉州湾口 石油风浪 不是这种沙海方舟 所以这些两岸的难民 就利用这个距离 进行人船大洗礼 逐渐地形成了这种破除 人民把这种水叫做地形水 幸福水 每逢五月初五端午节 两岸都有一些共同的祭祀活动 但最具热闹性的还是泼水这项 人们遥传出海 官渡泼水节 借以驱邪消灾 祈求航行平安 这里延续了几百年的两岸对渡协俗 见证同时纪念者 敏台对渡的交流历史 我们常以泼冷水来形容不赏脸 但石石寒江在端午节的时候 会用海边追逐泼水的方式 来展现台海民间交融的情谊 而这种在两百多年之前 两岸之间共创的过节形式 反映在今天的形状却耐人寻味 节目谢谢观赏 祝福各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请观看 杨并且观看 感谢观看